这些现象都是共振 共振简单的说就是当两个物体的固有频率相同或相近时 振动幅度会加大 下面演示一下 在同一地点 蛋白的固有频率之和百常有关 可以看到 长度相等的两个蛋白 发生了明显的共振 而长度差别最大的蛋白 则几乎没有共振 这是一个固定频率451赫兹的音差 我们现在用一个音箱 播放固定频率的声音 看看这个音差会发生什么 共振现象非常普遍 建筑物需要考虑共振 避免和常见的风速吹过引起共振 导致倒塌和损坏 机械飞机船只车辆也需要考虑共振 避免和发动机工作的频率发生共振 导致故障 话说回来 共振不光带来危害 合理巧告利用它也可以造福人类 比如很多高层建筑 安装调携这样的价器 当建筑物因地震或大风发生晃动时 总价器可以产生与建筑物振动方向相反的共振 从而抵消大部分振动 减少建筑物的晃动 利用电磁震荡的共振 可以把在很远地方收到的微弱信号进行放大 从而让无线通信 包括移动通信成为可能 微波炉利用共振原理 通过分子共振发热的方式来加热时 核磁共振利用强磁场 让人体中原子的磁场和特定脉冲射频发生共振 从而清晰地呈现人体内部结构影像 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检查手段 顺带说下 核磁共振利的核指的是利用原子核的磁场 和核放射没有关系 欢迎点赞 评论 关注 谢谢观看